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对于德军的审判 叫纽路板大审 当时呢 其实处于绞刑的人 搞非常多 犹太人呢 对于那个时候 参与纳粹屠杀的人 一直到现在为止 天涯海角一直在追踪 而相对的 对于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 对于日本人的审判 当时已经是冷战结构 美国的考量 跟全世界的考量 包括蒋介石的考量 都不一样 这场东京大审判呢 最终虽然判处 有七个人处于绞刑 有将近十六个人 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人判处二十年徒刑 这跟日本人 在中国所进行的屠杀 跟整个日本人 对亚洲的侵略 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一场审判 但是也很少人真正看过 这些审判的 纪录片的影像 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 播出东京大审判 东京大审判的 审判庭的庭长呢 是美国人 在这个审判里头 最受瞩目的 是策动了南京大屠杀 1937年 松井石根 67岁 他最终被判处绞刑 许多人以为说 南京大屠杀 是因为日本人呢 已经杀红了 也事实上错的 1937年 其其事变 当时呢 从上海开始 日军呢 进行对中国的 正式全面的侵略 一直到1945年 我们称之为叫 八年抗战 其实到了1937年的年底 换句话说 日本正式侵略中国 不到五年 就进行了南京大屠杀 所以这场大屠杀 并不是因为日军失控 这场大屠杀是日军 对于路途中 中国人的顽抗 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 不愿意投降 非常的愤怒 因此他制造了 这场大屠杀 希望在首都的中国 震撼全中国人 希望从此之后 中国人都下跪投降 我们来看这场 非常著名的 历史性的东京大审判 1945年9月2号 美国秘俗里军舰上 这场签字仪式正式宣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但谁该为这场血腥战役中 成千上万无辜牺牲的亡灵负责呢 1946年的1月19号 一场施济大审在东京揭开序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 由美国人约瑟夫济南 出任首席检察官 澳洲人威廉韦伯担任庭长 包括中美英法苏等 11个同盟国成员各派一名法官 共同针对日本的28名甲籍战犯 训问审判 荒木真父68岁 1931年荒木担任日本陆军大臣 主张吞并中国东北 是侵略中国的主要元凶之一 土肥袁贤二 1931年任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专门负责间谍活动 是炮制围满中国的最肥祸首之一 但袁征四郎60岁 日本陆军有名的中国通 是918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松井石根67岁 1937年松井任侵略上海的 派遣军司令官 就是他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南京大屠杀 这些让中国人恨之入骨 迄今人不能原谅的日本战犯 在法庭上却毫无悔意 阿良喜悦 dove 任地 与有名 阿良喜悦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あなたは いかに申立中 有罪ですか 無罪ですか 小闹 小闹 中心の言葉です 無罪だ 無罪だ I feel not guilty guilty 不曾堅恥 あなたは いう罪を 申立中 請要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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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策東末代皇帝埔怡到 李旋成立為滿洲國 蚕食鯨吞中國東三省的 百元曾四郎 在法庭上也堅稱無罪 但控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1946年8月16號 溥仪亲自来到了东京 坐在证人席的位置上 我是正在北京 因为这个叫溥仪 本来是这个满洲县 爱心觉了溥仪 连续八天每天六小时 溥仪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 详述了他被日军当作傀儡的事实 创下东京审判中 单人坐证时间最长的记录 然而狡猾的板员曾四郎 面对铁证如山 依旧不肯认罪 直到遇上了中国检察组 首席顾问尼真宇 尽管尼真宾的总部 尽管尼真宾的军事法庭上 是正确的吗 不,我认识这件事 好,好 你至少记得谁你认识 那些人 其他人 以首席的位置 沈阳 以首席的皇上 吴依 与日本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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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尼真玉以高超的辩论技巧 对战犯提出了强而有力的指控 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大审判 最终写成了一千五百页的判决书 而二十八名受审的日本甲级战犯中 除了有一人装疯脱罪 另有两人在审判过程中过世 最终受审的只有二十五人 二十五人中有七人判处绞刑 十六人判处无奇徒刑 一人判处二十年徒刑 还有一人判处七年徒刑 尽管这一场世纪大审判 已经是六十五年前的往事 但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创伤 至今还在撕扯着中日两国的敏感神经 到晚了 到晚了